哈喽大家好 还是我顾约 又到了周末假期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去电影院 看速度与激情石呢 听说这一次还能看到保罗 累目了呀朋友们 尤其是又想起see you again的时候 那个感觉真的是太感动了 不过周末没有去城的小伙伴 也不要太伤心啦 这一次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 这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 V大家的三色激光投影CEL 再见到了相信不少小伙伴 会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去野外露营 来一场夏日盛宴吧 我相信没有人能够拒绝 跟自己的朋友在晚饭过后 舒舒服服的看一场电影吧 诶巧啦 我身边这个小盒子 刚好能满足你的需求 别看它小小的 它里面可装了不少好东西 我刚刚上手给你们体验了一把 这台Vida C1 A2 整体呢是普鲁式蓝色 采用UV压印技术 边框上呢是一体式金属工艺 正面还有像金属拉丝的效果 特别是有了这个 哪怕投层小牛皮制成的小踢手 和同系列的其他产品都不一样 嗯 有点可爱呢 其他呢就是这个旋钮还能拆卸 可以直接换成一个肩蛋 我一个大学生 随身带个投影仪 这很合理吧 那看完了外观 肯定有不少小伙伴们就要吐槽了 这单单外观好看不行啊 我买投影 当然是为了投影啊 哎 好不好看 这看了才知道 一台投影仪的灵魂 那当然是画面啊 这台Vida C1 A2 有着LPU三色激光技术加持 区别于传统的LED光源 三色激光会更亮一些 色彩表现也会更丰富一些 而芯片呢用的是 全新一代的三色激光引擎 和0.33英寸DMD微镜芯片 这种三色激光其实在家用投影上 已经算是非常好的光源了 里面的发光源呢有红绿蓝三种激光 在整体的色域范围呢会更大 三教育以前的鲁素奔泡光源 功耗大寿命短以及LED光源的色彩不足等情况 在使用激光光源的时候都可以轻松应对 并且三色激光呢是MX影院的同款光源 无论是在亮度、噪点、抑制、光源运气方面呢 画质都是领先的 具体在画质成像的参数名下 亮度方面嘛 CEL的流明亮度达到了1000 因为VIDA一直是秉持着亮度不虚标的理念 所以亮度在教案的使用场景下也完全hold得住 这一点真的要给这个老实人点个赞 想要电影看得爽 科学人护眼不能忘 我这不是让你们做眼保健操 站起来走两步这种传统的方法 我们要用高科技护眼 CEL有两大护眼黑科技 一是零有害蓝光技术 通过避开有害的蓝光波段 在源头上就减少有害蓝光 多看一会儿也不用担心眼睛不舒服 二是它有全局防射眼保护技术 当投影检测人在活动的时候 它会降低光量 减少对人眼的刺激 这类智能投影以我之前就有接触过 我们同事家就有一台差不多价位的 极米H3S投影仪 这次我也借来PK了一下 右边的Vida CEL重量是在3.3公斤 左边的极米H3S重量是在2.8公斤 因为这两款的产品在用料上有所不同 金属变光使产品相对更重一些 不过这个体积应该也是很不错的了 我将两块屏幕放在同一个环境下播放 这是左边的极米H3S的画面 整体会更加偏暗偏灰 这是右边的Vida CEL 很明显在色彩上更加亮 更鲜艳一点 看大片怎么能少得了爆炸声呢 一输就是爆炸 那可以看到这上面的GBL的标志 大家就可以知道了 这就是好声音的标志啊 在家伴随着哈曼金耳朵调校的音响 一边享受着影院级别的体验 一边喝着快乐水 这感觉真的是 太酷了 在机身的左右两侧 各配备了一个10瓦的强悍扬声器 MAX生涯更是达到了90加分贝 以及杜比和DTS双重解码 还有DTS Virtual X 360度环绕音效 加杜比DAP 影院级沉浸音效和回声音效 三重音效带来专业的音效推准 在对产品有了了解以后 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么好的投影放在哪里呢 答案就是 哪里都可以 GAL采用的是自动对焦模式 轻轻松松舒适对焦 快别歪了 智能T形矫正 再也不用手动调节 就可以轻松享受大屏幕啦 此外还有像自动避障 自动入幕 AI助手 该有的一个都不能落下 值得一提的是Vida这个AI远近功能语音 一般来说呢 大部分品牌好像只有AI近场语音控制 AI远近场语音控制也是Vida的一个特色了 想要承载这么多功能 必定要离不开一块好的CPU 这一次CEL搭载了一块MT9669旗舰起芯片 支持全东道240Hz高发运率 4G加64G超大存储 2.4 5.0双频WiFi6 蓝牙5.2 无线投屏和有线投屏 并且外部的光纤 网口USB HDMI耳机口都用配备 怎么样 这台轻量便携极骑骑走的Vida CEL 还是很有亮点的 什么 你说假期不想去人多的地方 电院好远 想看大片 我好想摆烂车摆不了 我想大家对这些问题有了自己的答案 并且会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激光投影仪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是伯原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录的视频 关注一下数码公众的账号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